《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8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2492期 离美国大选呢 还只有最后一个礼拜了 那么这几天我的节目呢 都是围绕着美国大选呢 在报道大选两党竞选人呢 他们紧张激烈的最后的冲刺竞争 昨天呢 是川普总统在纽约市 纽约最知名的Medicine广场花园呢 举办了共和党在纽约市的一场盛大的广场集会 这个集会可以从场面上来看 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啊 按照媒体给出的统计是 昨天将近有10万人 就是九万八千六百七十八人呢 参加了Medicine广场花园的集会 其中呢 有两万多人是进场 其他有七万多人呢 是在场外观看 这个里面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 也就是百分之四十七的人呢 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川普的集会 这些人很多是纽约本地的 也有很多是附近的 新泽西州的啦 马萨祖塞州的啦 康迪尼格州的啦 也就是附近几个州的 也有赶过来的 因为纽约市这几年是完全是深受民主党之害啊 大量的非法移民都击中在纽约市 纽约市昔日一个全球最豪华 最繁荣 最发达的一个金融都市 现在呢 可以讲大街上面是垃圾遍地 到处都是流浪汉 到处都是非法移民 到处都是那种吸毒的 以及卖淫的 整个这个城市搞得乌烟瘴气 所以久居纽约的这些人已经非常痛恨了 把一个昔日非常辉煌的金融制度搞成这个样 包括纽约市市长 他都多次讲 纽约不能再承受非法移民的进入啦 因为纽约市已经扛不住 没有能力接待这么多人了嘛 所以说呢 大量的人员参与川普总统的集会 实际上是表达什么 希望川普能够当选 能够拨乱反正 能够还纽约昔日的辉煌 那昨天晚上集会里面 所报道的宣传内容非常多 马斯克就在推特上面写道 说是剧院里面座无虚席 超过七万多人是站在麦德逊广场华园周围的街道上 高声唱着美国歌歌表示支持 所以呢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现场的片段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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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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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